国内肠病毒的疫情正处于流行期 营养师高明敏提醒 如果家中小孩不小心罹患肠病毒 饮食上要吃软质、清淡食物、多喝水 同时要避开四大地雷食物 以免病情加重 高明敏提供肠病毒饮食方针三招 首先就是多喝水 孩子可能因为喉咙痛或是口腔溃疡 不愿意喝水 要当心不喝水而导致全身脱水的情况 再来吃软质、清淡食物 并采取少量多餐的方式 软质清淡食物包括高含水的蔬果 西瓜、莲雾、哈咪瓜、丝瓜、冬瓜等 软质点心像是优格、布丁、奶酪、水果冰、冰淇淋等 主食有面线、粥、地瓜、南瓜泥等 高蛋白食物则像是汤、粥品、豆浆、豆花、蒸蛋等 最后是少碰四类食物 第一个是炸物 这会加重身体发炎状况 第二是甜食 像是甜甜圈、蛋糕、含糖饮料 也是会增加身体负担以及发炎症状 第三是饼干 包括洋芋片、爆米花、巧克力饼干 容易刺激口腔、喉咙 导致疼痛感增加 最后是粘稠、颗粒以及酸性饮品 例如米浆、筋果浆、羹汤等 会容易刺激胃酸分泌 导致肠胃不适 而柳橙汁同时有酸性、颗粒、粘稠三种特性 会让嘴破更不舒服 最好先不要喝 人间福报陈林芳台北报道